你可能听说过《推背图》,这是一本被称为千古第一预言奇书的古籍,它由唐朝的李淳风和袁天刚两位占卜大师,以周易六十四卦为基础,用图像和称语来预测未来的大事。据说他不仅预言了唐朝的兴衰,还预言了之后几千年的历史。 《推背图》真的这么神奇吗?它对2023年有什么样的预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推背图》总共有六十项预言,除了开头结为两项为总结,其余五十八项结为具体事件。每一项都有一幅图像,一段称语和一首诵诗。这些图像和文字都很隐晦,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来解读。 有人说,2023年对应了《推背图》中的第五十五项预言。原文是这样的。 陈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敬不绝不可说。 唯有外面跟树枝,三十年中子孙后代结。 颂曰,黑兔入穴遭灾祸,青龙出现天下安。 树枝外面无人知,子孙后代的昌盛。 佩图是一个黑色的兔子走进一个青色的龙形洞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一句一句分析。 黑兔走入青龙穴。 这里的黑兔指的是2023年的甘致纪念。 也就是鬼卯年。 鬼水为黑,卯为兔,孤儿为黑兔。 青龙穴则指的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地方。 可能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 欲敬不绝不可说。 这里的欲敬不绝指的是遭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或者危机。 不可说则指的是不能公开或者难以描述。 也就是说,在2023年, 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 会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 并且不能向外界求助或者解释。 唯有外面根树枝, 这里的外面根树枝指的是在困境之外还有一个支持或者救援的力量。 树枝则暗示了这个力量与自然或者生命有关。 也就是说,在2023年, 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 在遭遇到困境时, 还可以寄希望于一个与自然或者生命相关的力量。 30年中子孙后代结。 这里的30年指的是从1993年开始算起。 子孙后代则指的是与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相关联的后代或者延续。 结则指的是结束或者完成。 也就是说, 在2023年, 从1993年开始算起, 30年内, 与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相关联的后代或者延续, 会有一个结束或者完成的结果。 综合起来, 这一项预言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2023年, 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 会走进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地方, 遭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或者危机, 并且不能向外界求助或者解释。 但是在困境之外, 还有一个与自然或者生命相关的力量可以支持或者救援。 从1993年开始算起30年内, 与鬼卯年出生或者与鬼卯年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相关联的后代或者延续, 会有一个结束或者完成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